你經常說依法、基本法 基本法要依的嗎?這些垃圾 你自己帶頭歪曲基本法 五部曲怎麼來的? 原本是三部曲而已 第一部曲,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所有政改方法都是這樣的 即是香港的民意做一個主導 然後行政長官同意 再被人大常委會批准劃備案 然後變成五部曲 行政長官寫一份報告 這是第一部曲 然後呈上給人大常委會確認 他現在不是確認 他幫你訂了整個框架出來 這叫做僭建、呆求違法 你是不是不懂得說 還是沒有這些常識? 大哥,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 有沒有看基本法附件一? 基本法附件二? 然後變成2004年人大釋法 然後2007年人大又做一個決定 人大是什麼? 人大常委會是共產黨廁所裡的橡皮道章 舉手就行,有沒有人反對? 沒有,你又不說 譬如你喜歡比較愛國 不是民主而已 人家都循璀漸進 大哥,香港1985年立法機關開始有選舉 台灣1986年民進黨成立是非法成立 1987年國民島宣布解除戒嚴、解除黨禁 公元2000年民進黨執政 1996年總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你又不去比較? 循序漸進 難怪像莫乃光說的2070年了 大哥,你就去循序漸進 有些英國人時代沒有 你不說乾隆時代? 不知所為 大哥,你說什麼利性? 要求泛民接受,怎麼接受?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一定不能待著 要待你自己去待 是不是? 你自己千秋萬世 你想遺秋萬年 是你國下的事 我們要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這個政改方案 絕對不能接受 你不接受之後 怎樣?然後呢? 很多人喜歡問這句 然後就是抗爭 簡單而已 台灣的民進黨 如果不否定國民黨的統治 他可以執政嗎?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反對派 大哥 是吧? 有則改之 無則加免 是嗎? 你作為建制派也好 你政府也好 聽到不同的意見 你就戒慎恐懼自己去檢討 現在不是 大石砸死蟹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全部被你自己親手破壞 然後要我們去遵守 你現在重新定的遊戲規則 對不對? 建制派的立場 我免得去批評 他已經說了九十多年了 不是今天才說 我還沒做議員的時候 做電台都會批評他們 是吧? 共產黨的屁股也是香的 是吧? 共產黨的屁股都吃得很有滋味 很漂亮的巧克力 金叉巧克力 是吧? 那你沒辦法 一個人喜歡做奴才 現在坐穩了奴才 做奴才越做越愉快 你也要催他不像 我不想做奴才 我的後代不想做奴才 你要做奴才 就做得足夠 是吧? 很簡單 今天來講話的人 當然有不同意見 有些是被安排的 有些是讀稿的 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沒有 這一組 我沒有聽完 是吧? 以熟能長 等於我們說的都是以熟能長 但是我們觀察香港政治幾十年 得出來的結論